这个心炎异马 你如何把心中的炎猴 用你的庄把它绑起来 用你心中的这一根庄 把这个心炎给它绑住 然后让它不要跳动 渐渐的使降伏它 降伏自己本身的心 然后再把这个心化为整个悉空 融入整个空性 这就是入山谋地成就 你能够入山谋地成就 你可以化身百千万 入一宜宙的法流之中 一如来跟菩萨同一个鼻孔出入息 然后我们行者常常讲 你跟随夫息啊 我们跟佛呼吸 跟佛一样的在呼吸 同一个佛的鼻孔出气 也就是你跟佛完全能够融合 所以三谋地成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师尊可以飞升在整个世界上的国家 这个入所有地址的梦中 甚至以显现 因为你只要入了三摩地 你就能够能够等流生 这个等流生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的身体啊 跟宇宙的法流是相等的 所以这个法流啊 只要充满了整个宇宙六合之中啊 他你就可以随时可以现身 有一个弟子在澳洲 崔利尔那个沙利 他出了车祸 当他昏迷的时候 一直看着师尊在他的旁边 一直到了医院 这个师尊都一直在他的旁边 在昏迷当中啊 他都一直截知道师尊在他的旁边 而且亲眼看见 在医院被救活的时候 他说便没有谁在守护他 只有师尊一直在旁边守护着他 这个就是等流生 你能够修炼到等流生 你就表示你能够融入宇宙的法流 普遍可以分身 但是这个也是要从入三魔地啊 从入三魔地开始的 这个Landon上司啊 刚才讲 这个今天早上有下雪 我昨天晚上我讲 要叫你们看到花 你知道血是什么吗 就是血花 就空中降下的血花 看到你们看那个小雨 就看到一斗一斗的花 那个就是血花 我们修大威德金刚法 传授大威德金刚法 这个大威德金刚一到 他一定要下冰暴 下雪 瓜红 副法 都是这样子 他的征兆就是这样子 他一到了 他就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是吉祥的征兆 很久西雅图在今年冬季啊 已经很久没有下雪 今天早上特别下雪 就是昨天晚上 给大家做大威德金刚法的这个传法 那个美国的这个Television 他也没有报说今天早上会下雪的 因为他今你知道了 那个气象台 我们台湾人叫他吉祥宅台 他抱不准了 有时候西雅图忽然间下很大的雪了 他一句话都没有讲 他就说哎呀晴天 好天啊 结果下了雪啊 一片啊 不只是像烧饼一样大 下了雪啊 像什么一样大 怎么形容呢 像 像这个电灯泡一样大 电灯泡是很小的 这个灯是这么大的 像这么灯这样大 一大片一大片这样下来了 有的大的跟棉被一样啊 大到跟棉被一样的雪下来 美国的气象节 既然没有报 说今会下下档雪 那么今天早上下雪 Telvising 也没有讲 这个 Zillian也没有讲 通通都没有讲 就是因为 父母法到了 他就下雪 所以这是非常吉祥的 可见我们这次传授大威德金刚法 是得到大威德金刚的 这个加持跟应许 跟他本身的光 好 昨天晚上回去 这个说人人道 说鬼鬼道 不能讲说说鬼鬼道 晚上在睡 我睡得很好 一直快要天亮 一直快要天亮 哎 这个虚空中啊 有一个光体下降 从空中降下来 它就降到我的床头 我这个睡梦中啊 在我的床边上 我睡梦中就用索摸 哎呦 等头梦了 长滑的耶 长头滑的 身上扇着光 很光 很光很光 还带着香味 哦 那个就是等于是 很微妙的那种香系 整个床通通布满 整个香系 长头滑的 我 我有感觉啦 我认为说 哎 这个到底是好的 还是不好的 我也念佛啊 我在梦中都会念佛 念安南无阿弥陀佛 那无阿弥陀佛 这不动心啊 这个念念念念 这个念念念念 哎 念佛他也不走的呀 他是一个光体 很光 而且有香 而且是长头滑 我摸到他的头滑 我确实是摸到他的头滑 在这里跟大家保证 我确实是摸到他的头滑 哇 很长哦 长滑 光体 香 我就是清醒 然后注意他一下 哇 这个皮肤啊 不得了的呀 那个眼睛都会 会旋转的啊 那个发亮的 很细的那一种皮肤 哇 我问他 我就问他 你是谁啊 他跟我讲 叉叉天女 是个天女来的 马来西亚 印尼 都讲什么来的 来的 他就是叉叉天女来的 他这个 我天要 我们说 我们如果 就要 我们说 我们说